本周江苏卫视1001夜晚会上F4的假虫剧被顶上了热搜 评论里骂声一片 原来在晚会的预热阶段 对外宣称一直是F4要在晚会上虫剧 粉丝们热情高涨 期待看到19年后解体的四人组合再次合体 谁知当晚四人的确同台出现了 还合唱了流星雨和第一时间 然而即使节目组做得再完美 新戏的观众还是从镜头前发现了端倪 通过镜头拉近 可以清晰地看到 除了无见好以外 另外三个和晚会背景格格不入 整个人显得发黄还带点绿色 稍微懂点后期技术的人都知道 这是利用了绿幕抠图 把他们四人合在了一起 观众们难免失望 纷纷猜测是否因为死人不合 才导致无法同台演出 20年前 流星花园爆红 F4也从国内火到了亚洲 不断在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地巡回演唱 还在当时创下华人在日本连开 七场万人演唱会的记录 2006年 F4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访问 成为美国CNN首次专访的亚洲团体 成为美国CNN首次专访的亚洲团体 F4之前是广告模特 他饰演的道明寺 成为霸道总裁的鼻祖 也凭借流星花园的热度 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曾经出演过张学友的MV 我真的受伤了 他与林志玲有过一段公开的恋情 2002年开始 两人就一直分分合合 最后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李小姐你最喜欢的杜德伟的歌吗 我喜欢放一颗心 杜德伟的叫做放一颗心 放一颗心留在你的身边 放一颗心留在你的身边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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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他脸的哪个部位 眼睛吗 你喜欢他声音吗 发质 牙齿 就善良吧 就是说 你的脸好皮 我觉得智琳的梦想 应该是跟全世界所有的 到我们之间的一些 吴建豪 在美国出生 长大 我正在工作 所以 我做客人服务 如果你能相信 我的朋友 告诉我 你现在在美国做什么 我说 他说 你为什么要回到台湾 在台湾 做什么 谁知道 可能我们会有名 幸好 我祝福了我 所以我来 因为《流星花园》出道 凭借少年阿虎提名香港金像奖 最佳新人 与豪门千金 十真善谈了七年恋爱 2013年结婚 但是两人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 2018年爆出两人已经离婚 在这一次的晚会上 很多网友们发现 男神们好像变得和当年不太一样了 严陈旭和吴建豪颜值依然在线 身材保养的相当不错 但是周渔民和朱孝天却虐显游历 F4的四位成员如今 竟然过上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今后他们是否还有真正的合体机会 无论怎样 他们留给观众的青春记忆都是难以抹去的 希望他们能在各自的领域越走越好 我现在是个品牌 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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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